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国家气象局警告 加州今天的最高温度比正常高出15到25度 而中国沿海地方比正常高30度 洛杉矶线的内陆地区温度可能高达105度 沿海地区则高达95度 破击路的热浪可能导致电力短缺 加州电网运行机构发出全州范围的警报 呼吁民众在下午3点至晚上10点之间节约用电 将空调温度设置为78度 推迟使用大型电器 关闭不必要的灯 拔下未使用的电器设备插头 关闭百叶窗和窗帘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风扇 并限制冰箱门打开的时间 华府首次将香港列入 美国受容难民的国家及地区名单 博物院知会国会10月1日起的 新一个财政年度 接受15000名难民 并优先处理因宗教理由而受迫害的人士 因协助美国而面对危险的伊拉克人 以及来自香港 萨尔瓦多 瓜地马拉 宏都拉斯 古巴及委内瑞拉的难民 总统川普针对港区国安法 在7月签署行政命令 内容包括基于人道考量 将总统每年决定的接收难民配额 分配给港人 国会参议院商务委员会 今天一致通过 在总统选举举行前 传照推特 Google及Facebook的行政总裁出席听证会 讨论互联网公司享有的法律豁免权问题 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 密西西比州参议员 威克在会上表示 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 一旦扫除其责任保护 将扼杀网上政治言论的多样性 他当初要求一众行政总裁 今天以自愿性职出席听证会 并于上周准备发出船票 然而民主党参议员 坎特维尔上周一一度反对 称在选举前40天利用委员会的权利 是为党派效劳 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第39任总统卡特 今天在家中迎来了96岁的生日 他也是美国时尚最长寿的总统 2015年他曾被确诊出患有癌症 2019年他则是跌倒了三次 导致骨盆骨折入院治疗 8月19日他在民主党 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支持拜登竞选美国总统 1976年吉米·卡特赢得大选 是拜登还是来自特拉华州的参议员 从1984年起卡特就和七次一起 与田纳西州的慈善团体合作 在世界各地推动慈善建物 今年的疫情爆发后他们还呼吁大家为疫情防控捐款 法国卫生部表明未来几天将进一步评估疫情情况 若确定首都巴黎进一步反弹不排除下周一起提升警戒 卫政部长维朗表示法国近期疫情严重 病人15天内被增 巴黎已经限制酒吧营业时间 每晚10点必须关门 公众活动参与人数有5000降至1000 公众地方不能多于10人聚会 法国过去24小时 新增13000多宗心情肺炎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话语电视晚间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